大蚯蚓每个蚓都爱吃 大你们了解蚯蚓吗 对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生物 都有哪些特别之处 究竟好不好吃 本期视频大解密 Hello大家好 我是老郭 这个蚯蚓是谁点的 看来你们的口味已经超越我了 既然你们有要求 那必须安排 这玩意肯定是能吃的 不仅能吃 而且富含多种亡基础 当你身处荒野绝境时 蚯蚓可能会成为你的保命食材 蚯蚓距禁已经有数亿年了 目前全球一致最大的品种是 澳大利亚的基辅士兰大蚯蚓 长得能有三美长 咋没让那么出 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品种 是鸽头比较小的艾森蚓 俗称红蚯蚓 今天咱们所讲的是黑蚯蚓 属于花毛蚓 鸽头比较大 主要是用于做药材 俗称地龙 本期的抛瓷一体 特别值得大家观看 我又是从卵开始孵化拍摄 很多镜头应该你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都别眨眼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蚯蚓 它属于环节动物 身体有数百个体节构成 每个体节都着剩着环形的钢毛 在体节瘦瘦时 钢毛会伸出来 相当于脚牙 起到一个运动辅着的功能 整体颜色 背部交渗 腹部交浅 在背部的重线 奋布着一排小孔 这些小孔可以排出 具有粘性的黄绿色的体液 使皮肤始终保持润滑和湿润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在泥土中穿行无阻 当它受到外界强烈刺激的时候 肌肉便会迅速缩缩 形成很大的压力 会使粘液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 它的第14、15、16的体节上 长有一个肉臂很厚的部位 称之为生殖环带 是形成卵脊的气管 每条蚯蚓都长有环带 这是因为蚯蚓属于雌雄铜体 虽然是雌雄铜体 但必须行一体收紧 那么它是如何交配的呢 来仔细看 在环带浮面的下纺 有一对小孔 这对孔是雄性生殖孔 在环带的上纺第6至第9的体节处 还分别占有两对小孔 略微发红的部位就是 这两对孔是受精蓝孔 根据品种的不同 有的可能会占有三对 蚯蚓在交配的过程中 雄性生殖孔会膨大成 如土状的加油枪 加油枪并不是一个开口 而是由15、16个口组成 这个时候 两条蚯蚓就会采用两两相细的交配方式 两方的雄性生殖孔 会同时对准对方的受精蓝孔 环带可分泌粘液 将二者粘在一块 同时杠毛也会伸出 互相卡住对方 防止脱离 也后相互赠送精子 将精子注入到对方的受精囊中 整个交配过程耗时一个多小时 来往这看 在环带上有一个单独的开孔 这个孔是它的磁性生殖孔 也就是排卵孔 当要排卵的时候 环带也会发生变化 此时环带会向外分泌粘液 凝固后会形成碱管 同时环带会向碱管内 分泌为卵提供营养物质的白蛋白 卵就是排路到这些白蛋白种 随着秋云的流动 碱管开始从环带脱离 当脱离到受精蓝孔的时候 会释放精子 当碱管完全脱离时 外层的粘液会向碱管两侧分解 最终将卵简两侧的开口缝住 卵子在简内完成收紧 这是经过两种还未发育好的胚胎 再经过几天就会从卵简的一段支流 转出来 小眼诞生了 这些都是我孵化的小眼 一个眼袋里面也就能除个五六条吧 秋眼的头尾长得都很像似 那么如何区分呢 靠近环带近短的尾头 圆短的尾尾 头部仅有一张嘴 在嘴的里面长有一个可以伸缩的口前叶 主要吸食突养中的腐蚀指为食 小屁屁开口于尾部 它拉的分球具有类似活性碳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养 被誉为大地的耕耘者 大自然的化学甲 你的结构就是这样 主要的脏器都在前端 每个体积处都会有一层隔膜 来往这看 这块有两对囊状的部位 其中摆设略小的囊是金桃 大一点发黄的囊是褚精囊 这个囊所储存的是制产的精子 前端还有两对小巧圈的部位 这就是它的瘦精囊 瘦精囊是存储一体精子的地方 瘦精囊还搬上着一个盲管 精子主要存储在瘦精囊的盲管中 每个囊都相应对应着一个瘦精囊孔 它有一对卵巢 位于精巢的后方 但非常非常的小 只有一丢丢 来再往这看 这对摆设续装的部位 是它的前列线 前列线的开口就是加油枪 在精巢与前列线之间 分别张有一条细管 这个管就是苏精管 管壁很薄很脆月 成熟的精子通过苏精管 到达前列线先滋养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进行交配 蚯蚓有着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 在它的石道处 长有一个球形的砂囊 砂囊就像鸡针根一样 内壁有一层比较坚硬的极丁字膜 用于研磨食物 红色的气域是胃 在石道与胃的交界处 长有两对白色的囊状气管 这个气管是蚯蚓独有的 称之为钙线 钙线会分泌结净状的碳酸钙 然后会记录到肠道 随粪便排除体外 其作用可以稀释 突养种过度的二氧化碳 胃往后就是肠子了 在肠子的前端 长有一对黄色的小盲肠 同样具有消化的功能 来仔细看 在肠子的表面 还着剩着一些绿色的囊状小管 这些囊状小管 就是它的大腰子 也就是肾脏 球也的肾有数百个字多 它的心脏也不止一个 一共有四个 分别位于第7、9、12、13的缓解处 不同种类的蚯蚓 可能还会有五颗心脏 心脏为环形的结构 上仿连接着被动脉 下仿连接着腹动脉 被动脉紧铁于肠道的上臂 下臂就是腹动脉 观察右体 我们能够清晰的看清血液的循环 心脏的跳动 蚯蚓的神经系统也非常的发达 大脑位于围烟神经环的上仿 下仿是烟下神经结 再往后就是神经锁 位于腹部中线 整条神经的韧性还是蛮强的 它的肌肉分别由缓脊 重脊 伸脊 缩脊 组成 是靠体表分布的大量的毛细血管网 由血液中的血红蛋白 来收集空气中的氧气 循环到全身来完成呼吸的 以上就是蚯蚓的基本特征 那么怎么做好次呢 处理方法很重要 内脏就都不要了 要不然肠道里都是泥沙 在干净后 清洗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盐和面 多抓勾一会儿 把体内的粘液都抓出来 最大程度去掉蚯蚓厚重的土腥味 最后再冲洗干净 处理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吃深了 吃深的时候 一定要配上树枝叶和酸片 来压制蚯蚓的腥味 剩下的我们来个凉吧 先炒烫一下 10秒即可 配料放入大葱匙香菜段 太焦犬 调味儿加入盐 糖 味精 生抽 蚝油 辣椒油 醋一定要多放点 搅拌均匀 这就好了啊 来看一招 我这个吃法绝对比贝叶的讲究 吃的时候啊 先用树枝叶把这个酸片和蚯蚓一起卷上 蚯蚓没有什么鲜味 所以必须给沾点海鲜酱油 来 吃 吃起来跟海藏一样 非常的Q弹 跟就在树枝叶和酸片的强烈味道的压制下 已经感觉不到秋眼的土腥味了 很有特色的美食啊 完了咱们吃一个原味的啊 啥也不赞 刚入口的话 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异样 但是你随着咀嚼的神鹿啊 还是能感觉到 稍微有一些那个土腥味啊 你要说一点土腥味没有 那不可能 我这个处理方法已经够稀子的了 咱们再试一下两磅的啊 来 小柴味磅你是没啥毛病 但是这个口感呢 就不如圣灵那么跟就是它啊 有点面豆 嗯 土腥味啊 淡淡的感觉出来一点点啊 绝对是可以介绍的 我感觉要比那个鱼青草的味道要好多了 你吃个对小伙伴呢 可以尝试尝试啊 奉奉一下自己的眼神嘛 好了 本期视频那才就到这啊 下期咱们干一起近边东西 每个人都爱吃 下期见 拜拜